現在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教材的類型 其實教材比較沒什麼問題 那一般來說各位老師會用到的大概有哪個教材 影片底 對不對 影片的 可以吧 像這個節目應該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對不對 以前生活智慧網啊 蠻不錯的啊 腳麻這個有用嗎 如果你會麻的 可以試試看看 所以影片底應該很快就進來了 那您現在都會看到它有一個叫單元說明對不對 這個是跟那個他們後來增加出來的 雖然我是覺得這樣有時候是比較困擾一點 因為每次都要按掉我了解的有沒有 不然就按XX 不過這個在教學目標上是這樣子比較容易清楚 所以有它的優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呢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什麼 網頁的有沒有 很多啊 網頁的啊 你的教材 老師的教材有沒有來自網頁的 也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點下去之後 他把網頁就開在哪裡 就開在OneNote的這個介面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我們網頁是不是開在OneNote的介面裡面 會像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介紹一個叫做筆記的功能嗎 文字筆記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樣子 那待會我們在有空的話就跟各位介紹熟寫筆記 所以我可以把別人的網頁開在裡面之後 那同學在看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記錄 記錄你閱讀的時間 因為這是一般的網頁嘛 所以就記錄閱讀時間 那另外像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水龍3D也是我最近 常常在推的一個 免費的3D設計的軟體 因為我也是從小 不是我從小用這個是 我教幼稚園教小學教高中子教大專都可以用耶 很少軟體一起適用了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一定要夠簡單才行 一定要讓你有夠成就感才行 所以這個有興趣自己在玩看 那我們來看另外這個呢 你看來是什麼Google文件的 有沒有 你把它放在雲端硬碟上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夾進來 那這個呢 這個是 你看我把它點開 有沒有跑過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大家最常用的類型 是什麼檔 是握的 對啊 所以你平常的握的可不可以放進來 不用轉成Google文件哦 因為老師應該知道雲端硬碟可不可以預覽 我們那個 office的檔案 可以嗎 等於說你不用 不需要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 我們至少可以看 編輯的部分當然不可否認 他目前沒有辦法做到100% 就轉換的時候是完全正確 但是至少看的部分 應該正確率有95%以上 除非你的是很複雜 很複雜的也許就不行 所以 這個是不是也看得到 所以老師最常見的 你不用說我要再轉換什麼格式 那另外呢你看 簡報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一樣我打開給你看 各位有發現這是什麼格式 PPT 沒錯吧 所以 當然他因為現在是這樣直接預覽 所以你只能往下瀏覽 跟簡報的瀏覽不一樣 沒錯 他是上下的 但是 至少你可以在裡面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那再來呢 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什麼類型 Google簡報的 這個就不一樣啊 這個是真的用Google的什麼 雲端就是Google文件的格式 所以我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可以直接跳的 真的就是簡報啊 所以我們剛剛那一題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有點熟悉 哈哈 了解了 Full HD 所以像這樣子我在這邊直接跳 甚至他現在這個Google的簡報 你可以在上面有一個 就是類似那個那個叫什麼 雷射筆那個 那個效果 你也可以用 因為有時候這樣 在講的時候比較清楚 比你直接點 用那個點在那邊 可能會清楚一點 好這個是 這個是他最近有新的功能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還有什麼你會放進來的 這個也是Google文件的 這已經都轉換成什麼 就是Google文件了 所以我在上面 老師自己整理好的 可不可以像這樣直接顯示出來 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這兩個跟上面不一樣 上面是Office的檔案直接預覽 這個是直接用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 那再來請問PDF行不行 當然可以 阿老師有用過這 有看過這一本嗎 有看過這一本嗎 我們以前從媽媽 肚子裡面出來的時候 嘴上都沒有拿這一本 阿 這本是啥 這樣 我們什麼東西 不知道有使用手冊嗎 阿你怎麼沒有出來的時候順便拿一下 哈哈哈哈 阿不然現在身體怎麼會打破 就是都沒有照手冊使用有沒有 哈哈哈哈 都任意弄過 但是他們這一本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這一本是先有電子書免費的 然後因為蠻多人看的 後來才出版 甚至後來還有出兒童版600 兒童版 所以蠻特別的啦 200多塊的 那他後面還有其他的書 可是透過這個方式其實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覺得蠻不錯的 欸 那我前置刷 應該會有 有了我沒有 我沒有再檢查一下 沒關係 原則上那個PDF也看得到 再來 這個可能就還好 這個是一樣 這個就是 直接在什麼 OneNote 裡面直接編輯的 這是在OneNote 裡面直接編輯的 你也可以把OneNote 當作是一個什麼 當作是一個編輯系 在裡面直接用 不過我通常是比較少這樣做 通常是比較少這樣做 因為這樣變成教材 是不是只能在玩弄使用 其實我們前一波 的所謂的教學 一直在鼓勵老師做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教材數位化 有沒有 以前我們可能都是 不管是你手稿也好啦 或者是 鼓勵你把它電子化 那電子化之後 其實現在下一波 一個很重要的 要讓老師有什麼 有一個可以整合的平安 也就是說你今天教材 我不知道老師平常備課做什麼備課 你會不會擔心你的電腦壞掉 檔案壞掉 會啊我也會擔心欸 因為硬碟不是不會壞的 光碟也不是永久的 光碟我最近 才發現我以前 一二十年前很認真 我都拍DV然後去錄 很多現在光碟片是讀不出來的 只有我以前大學時代 那時候燒錄的片子還讀得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以前那個片子是叫做金片 用金馬做 一塊兩百五 現在是一堂兩百五 所以品質有差 所以光碟能不能用百年 欸有一個問號 百年之後可能沒有光碟 就算你還留著也讀不到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是有很大疑問 那所以現在其實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就是說 大部分大家會採用所謂的雲端的方式 去做備份 但是呢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備份的方法 像我們在環窗這邊 你就可以跟雲端也做整合 等於說用OneNote幫你的教材 做比較有戲的呈現 這樣沒錯吧 當然老師有沒有其他選擇 你看如果您連到我的部落格 我以前還有用一些其他的 用什麼 用Google的協作平台 其實協作平台也是個很好的 教材整合方式 可能有老師也許有用過 您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我的右手邊 我這裡有幾個有沒有 這裡有幾個 比如說像我自己學校課長的 我點過來 這是協作平台 只是長得跟好像大家一般看到不太一樣 對不對 滑過去 你看我上課大綱 然後呢上課的錄影片 這是範例 因為我視訊教學回組 所以點進去 我們可以馬上看到說 你看這次雲端一碟上的 我就畫雲端一碟 所以同學上我的課 如果他只看學校的那一種 學校是不是都做文字式的介紹 選課的時候 我不知道老師以前 你記不記得你們選課的時候 都怎麼選 有的是假後到學的 有的是想說 這個名稱不錯 但是看內容的很傻 大部分都沒有看內容 但是如果上我的課 他可以先來這邊看 看你做的 到最後我還可以驗收一下 我上完課 這個學期以後整個學年上完 我也沒有教到 對不對 沒有教到的可以提出來 我們再看看怎麼樣 上課錄影片 因為我平常都習慣錄影 所以錄影影片 看哪一個學期 就點進去就直接看 就可以看到是哪一班的 看是哪一班的 然後點進去 我每一節課都有錄影 都有錄影 所以他隨時可以 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查詢 那麼其他的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都是跟雲端一碟做整合 學做平常也一樣 可以跟雲端一碟做整合 所以我只要負責有新增資料 我網頁不用改 丟到雲端一碟就好了 就是像這樣子 那這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給各位看另外一個 看比較正常版 什麼叫正常版 因為平常你比較想看到那個黑黑的這樣子 這個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 比較像邪作平常 但是滑過去你看喔 有沒有他也可以做這個 沒有人規定 一定要怎麼做對不對 但是你看像我去中正的話 我每個學習 我大部分都去兩到三次 兩到三次 那就會把這些資料 包括問卷啊 研寫錄影片 我都把它放上去 做好研寫就好啊 所以我到處留東西 像這樣子其實 你能夠做的事情就蠻多的 那麼另外像這個比較早的 這個七重國小的研寫也是比較完整的 因為我只上其中一部分 都是哪一天哪一天 我用哪一天的課程 上哪些內容 那上的 比如說像剛剛一樣 我因為以前沒有OneNote這些平台之後 我就用這個方式去做 去整合我的教材 所以哪一天的錄影片 哪一天的課程 做了哪些內容 我們就是像這樣 把它都分享好 這樣不是也是很OK嗎 對不對 只是 協作平台 當然 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整理 那麼OneNote這邊 以後你再蒐集資料之後 相對會比較方便 相對會比較方便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看 好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其實教材的總結很多 甚至我也可不可以把 協作平台的內容 直接砍入到OneNote裡面來 以前做的那麼辛苦 為什麼不能拿進來用 可以啊 可以的 所以 您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找到 就是說 你的教材要怎麼放進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來試看看 這樣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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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